他如果說議會是白痴的話 那他是什麼 是昏君嗎 現在第一果菜市場的預算 是出了問題 然後北四科也出了問題 我們期待的是前市長 用有風度的態度 來好好跟我們說明 而不是一張嘴就一直罵人 火力加到滿 國民黨議員尤淑慧 分唱柯文哲是昏君嗎 這次的戰場就在萬華的 第一雨果市場改善案 火藥味越來越濃 全因為柯文哲這句話 每一筆預算 都曾經在預會審查過 那怎麼當年都不講話 現在全部都跳出來 還是你要跟我說 你當年是白痴 現在突然搞清楚了 你今天弄這樣 涉嫌貪腐的事情子 有沒有羞恥心 不檢討還敢罵我們 當初我們也不想跟你預算 你蓋那個爛尾樓 還追加了那個50億的預算 藍營議員周者猛打 鍾小平甚至一連三天 跑了過菜市場監察院和北檢 就職義柯文哲和中華工程榜 逼得現任市府議會 不得不追加預算 簡直丟了爛攤 給蔣萬安 接手之後 那議會部分黨派議員 提出的質疑 我們就是釐清 當務之急是要趕快 面對市場的改建 這一不斷 威京集團底下的中華工程 發出聲明揚言要告 鍾小平 因為必議會通過預算 這全是不實言論 回溯得標過程 他們在第四次招標 以125億拿下標案 而為何追加49億 是因為包含公告上 本來就載明的擴充工程 預算24億 和誤詐調整條款14億 再加上需求調整等費用 針對游淑會說 柯文哲見上法包一事 他們也保留法律追溯權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分不清楚 威京集團的這個沈主席 跟民眾黨的柯主席 質疑柯市長的事情 最後跳出來的 都是威京或者是中共呢 從頭到尾 我們都是在質疑 柯文哲前市長 他的行政作為 前朝現任切不斷 藍營議員出手護蔣 畢竟柯文哲暴斃案 蔣萬安成為苦主 還得到議會 為三大案專案報告 明日新聞最後報導